大家好,我是酷琦 今天要注意我們的卡頭 我剛從健身房回來 我運動的時候都有一個小習慣 就是偶爾會咬出牙齒 所以說現在牙超痠的 可能講話會有點大舌頭 想說這個狀況下路或許還蠻有趣的 那我們就開始吧 上一次的時候拿到一張新地圖 所以我們就來新板塊一下 這應該是直接連到上面吧 放下 因為沒有連在一起喔 來吧 看一下新地圖有什麼樣的路徑 你怎麼在這邊 阿嬤 仔細聽聽說的植物都有自己的節奏 聽好了 大頭菜啊大頭菜 大頭菜 不知道今天怎麼賣 快快長高煮成菜 聽到了嗎 他們聽著我的鼓聲長得飛快 好啦先這樣子 別打斷我的節奏 喔 今天路的狀況超怪的 然後有個岔路欸 欸 爲妹妹 妹妹 聽仔細 聽仔細 這是月之蓮 他在月光下的綻放 日出就回到土裡 哇 呵呵 這是小 楓葉 看起來軟軟的 但如果你碰到他的話 他會腫個大寶 喔喔喔喔喔 啊你好 別在意我們 我們在那上課呢 你要找阿毛嗎 這是他回家的路沒有錯 阿毛是那個養養的人嗎 沿著那條漫漫的路過去 就會看到他們的帳篷 不過他有時候偏偏去小河旁 沿著那條直直的路走過去就是了 等一下 沿着那条直直的路走过去就是了 对了 帮我提醒他一下 他的羊又吃到我的空心菜啦 哦 看一下哦 一路弯弯到帐篷 等一下哦 我想想看 一路弯弯到帐篷 我现在有弯的路吗 这样子对不对 一路弯弯到帐篷是什么意思啊 哎哎哎 好像不是这样子耶 我们先去下面看一下吧 下面还有条路嘛对不对 一丁点而已 一路弯弯到帐篷 我在想 啊 果然有地图啊 那这一个呢 一路直直到小桥 刚的是 啊 等一下我想一下哦 一路直直到小桥 那我可能要先移动一下这个地图 弯 然后直直嘛对不对 等一下弯弯 弯 要怎么弯要怎么弯 等一下我想一下哦 这个我们先转动一下好不好 然后拿起我们的新板块 然后移过来 这样怎么样 一路直直到小桥 没有小桥啊 然后看起来也没有新地图耶 你叫一路直直我还有一条直的嘛对不对 这样子呢 果然啊 然后那个弯的我在想 是不是要弯成一个像是正方形一样 先拿我们的新地图 然后这个大师兄 嗯嗯嗯 别打断我的秘密任务 终尔 其实有没有什么秘密嘛 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小朋友我是不会说太多的 但我偷偷的告诉你 我在找河流的源头 听说在特定的状况下 那里会出现一种神秘的植物 那个植物就是 河谷之光 我只能偷漏这么多了 帮我保密哦 我就快找到了 河谷之光 我听起来蛮帅的耶 不过这个地图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那个叫什么东西啊 好像没有河流耶 这个呢 三角形 前面是死路哦 不是这样子哦 了解了解 反正前面是真的死路就对了 那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应该是这个 弯弯的 哎 我想一下应该怎么动哦 现在有点难动耶 啊不行不行 啊啊啊 要办要办 等一下我先回来一次好不好 我好紧张哦 然后我们先往回走一下 走到那条岔路的地方 那我趁这个时候喝一个豆浆 啊 运动完喝一个饮料 不是饮料啦 这也不能算饮料吧 豆浆应该算是 饮料吗 干嘛自我疑问啊 一路弯弯哦 啊 到帐篷了耶 好简单哦 在这之间应该也有一个 地图吧 没有地图了耶 帐篷看起来蛮美的 一袋袋的鲜花 散发出浓郁的响起 一袋袋的鲜花 我知道了 啊这个呢 不能讲话啊 看着一栏橘子 想起了阿嬷的背影 阿嬷 跑大的一片叶子 这个呢 好像是磨汁机哦 左上角呢 像是罐子一样 也不能讲话 可恶 这阿嬷吧 你到啦 本来想要补个棉 但潘妮一直放屁 根本就没办法睡 潘妮是那只羊哦 不管这个啦 跟你介绍一下我老爸 他走过世界各地 搜集各种植物哦 他就在隔壁的帐篷 或许你可以帮我 找到他新的品种 隔壁的帐篷要怎么去啊 门帘背后是 嗯 门帘的背后 那个是老爸重要的笔记本 不要乱动哦 那个是老爸重要的笔记本 不要乱动哦 那个是老爸 你好烦耶 人家说不要乱动了嘛 对不对 哎隔壁没有帐篷耶 好恶哦 哎隔壁没有帐篷耶 啊现在是怎样 哎 哎哎哎哎 哦哦 连下来了 嗯 等一下 隔壁没有帐篷 我要怎么去啊 我想一下 隔壁 哎 哎 哎 过了门帘就是了 直接走过去就好了吗 门帘背后是 什么意思啊 我看不到懂哎 过了门帘就是了 这里有什么门帘吗 好饿哦 看不懂看不懂 过了门帘就是了 我想一下 过了门帘 不能过啊 难道我在这边开地图吗 哦 我老天哪 这个设计也太有 太有感了吧 欢迎 妈妈说你帮他找到了羊 感谢你啦 小草儿 嘻嘻 啊别害羞 来到这片大草原的 都是我们的朋友 我的名字是蒙克尔 一位植物收藏家 我时常和伙伴们 游走各个草原 研究植物 此外我们也跟其他的部落 交换种子 让大家能够种出各种植物 我们总是小心观察 研究 盼望发现新的品种 就在昨天 我们发生了一种新玫瑰 嗯嗯 这次不知道该取什么名字呢 好啦 我说的差不多了 换你做做你的草原吧 啊 先别说先别说 让我来猜猜你从哪里来的 天上 你这身袍子设计 我从没看过 但我知道 你是渡海而来的吧 是的 你头上的海藻 已经告诉我一切了 还有海藻啊 不过是哪个岛呢 嗯嗯 先别告诉我 对啦 我有个好主意 哦 我真是太聪明了 Clever 隔壁上膜里的笔记本 由我走过大江南北的植物记录 你去看看 再告诉我 你认不认得 出哪一个是你家乡的植物 有的话我一定可以猜出 你是从哪里来的 哦 是线索耶 老爸允许你看他的笔记本吗 太棒了吧 后中的笔记本里面撩潮的记录着各种植物的资讯 跳腾 会跟着风节奏摆动 从一个树林跳到另外一个树林里 怪屁鼠 一个地方只能种出一个 它会吸收附近植物的坏脾气 好方便哦 假仙胎 它根本就是仙胎啊 是一片 一整片的炸猛 哎 那就不是植物啦 山羊梅 难吃的要命 还有很多很多的笔记 没用 看过我的笔记本了吗 植物收藏车里没有你岛上的植物 怎么可能 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天上 你们那里有什么样的植物呢 没有 真是神秘啊 我可以理解阿毛带你来见我的理由了 或许你可以帮到我一些忙 嗯 每片草原都有一种传送中的植物 这里的叫河谷之光 啊我知道啊 刚有说到 它有着耀眼美丽的光芒 但正如它的名字 它捉摸不定 呜呜呜呜呜 哎呀你一定饿了 说到食物我就讲个不停不好意思 中间有炖菜耶 你就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炖饭 休息一晚吧 吃饭时我们再好好聊聊植物 或是其他的话题 阿猫 老爸 就准备食材吧 不然我们的客人也准备一份 没问题 小草儿 什么叫小草儿啊 你帮我个忙好吗 香喷 喷叶 哎 香喷喷叶好像有听过耶 昨天用完了 我猜阿嘎去森林找了一些 但他一直没有回来 你帮我去问问他吧 森林哦 森林的阿嘎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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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棚离那么远哦 嗯 哪里有森林啊 诶其实森林还蛮多的耶 呃 是这个森林吗 等一下我想一下哦 呃 可以连这里嘛 对不对 森林里面的阿嘎 阿嘎阿嘎 呃是下面的吗 呃这个吧 你闻一下 这里的森林有阿嘎叔叔的味道 阿嘎叔叔的味道 听起来超色的啦 嗯 可以这样连吗 这样或许也是一个森林耶 啊果然有 你是阿嘎叔叔吗 你看那边 我看到阿嘎叔叔跑进这个森林里了 呃 这一个森林 这一个森林 诶 诶 诶 我不懂耶 我想一下哦 这里还有一个 像森林的地方嘛 对不对 难道是要把它全部连在一起 像这样子吗 也这样也不对啊 诶 森林 我是不是有缺一个地图啊 哎呦 呵呵呵 超乎意料之外 阿嘎 阿嘎就是说 啊 我跨不过去 等一下 阿嘎就是说 那个 传奇植物的那个人 哇哈哈 我终于找到你了 河流源头 啊 吃饭时间到了吗 时间过得真快啊 虽然我很想再探索一会儿 但是也有点饿了 但这些孩子 还不可能让我走 你可以帮我个妈妈 把这个香蕃叶 给老大 谢啦 走到 诶 诶 我要去上面的帐篷嘛 再喝一口豆浆 啊 呵呵呵 今天的时光 发生什么事情啊 没错 就是这个 你一定遇到了阿嘎了 我们都用这种东西 来通知大伙 吃饭时间到了 这个东西超难吃 但却能够散发出超可口的香气哦 好方便哦 哦 互动 硬是不要跟着节奏 不过在这个时代能够自制那种像萨克斯风的乐器也太强了吧 怎么感觉这个时代只有植物而已啊 像树木啊 应该也没有铁吧 哦吃的好饱哦 你喜欢我做的草原派吗 好饿哦 吃到这个总会想起我的妈妈 因为这是她教我的 她已经和猩猩在一起了 你喜欢唱歌吗 至少是生长之歌 要伴随着大自然的旋律唱和 老爸说如果你仔细听 每块土地都有他的声音 妈妈还教了爸爸唱歌给种子听的方法 老爸以后也会教我吧 好想快点学到哦 不要学啊 你会被洗脑的 你床落 哎哟 河流源头又有突发事件 阿咖似乎发现了河谷之光的中极了 那我都往那里去了 你也记得来看吧 河谷之光 会长什么样子啊 我觉得就是一个方光 方光是什么 发光体 我有看到河谷之光闪过 但河流的 哦 对耶 河流的流动方向突然变了 或许我们要等到河流的方向恢复正常 它才会再次出现 如果河流可以流向正确的方向 嗯 据说这种植物很怕生 大家要保持安静 超酷的 躲起来 哦哦 好兴奋 期待下一堂课可以教到这个 我本来想要带小朋友们一起来看 但他们实在太吵了 哎对啊 河流的方向怎么变正啊 我有其他的河流吗 还有一个河流耶 难道是要这样子吗 等一下我想一下哦 这个先离开好了 这样子有用吗 嗯 等一下什么叫河流的方向变正啊 你们看哦 这个河流是往上流的嘛 那下面的河流呢 它的源头看起来有点捉摸不定耶 你看 这个是往右边吧 这个是往右边吧 我也要叫我这样子吧 等一下我想一下哦 这个先移开 这个也移开 这样子呢 这样如何 哦有哦有哦有氛围哦 没有谢谢 什么意思啊 河流的方向变正 但是我这边好像没有什么地图可以用了耶 有人有地图吗 嗯 嗯 耳流转向了大家躲起来吧 大家都找到地方躲了吗 我旁边还有个空位哦 快点快点快点 不要拖剧情 来了来了 他长什么样子啊 跟我想的不大一样耶 哦好像莲花一样哦 哦有点美耶 哦 羊 亚巴 羊妹妹要吃草 臭羊 妹 呼 和谷之光不是食物啊 小羊你们只能吃空心菜 羊也不是吃空心菜的吧 嗯 如果是和谷之光 我会跑去哪里 我得认真思考一下 看一下下面的好了 呃 我要怎么跟小朋友们说 不行 大舌头太严重了吧 你在这里干嘛 他好像被卡住了 嗯 试着解开好了 能帮你吗 哦 诶 我要跑出地图外面了耶 哈哈哈哈 超夸张的 诶我真的要跑去地图外的世界咯 啊 植物变小了 这是他的残骸吧 诶 诶 而且这什么东西啊 看一下地图 啊 我被漂流到好远的地方哦 你是人吗 你是猫头鹰吗 好可爱哦 你要叫我站在这个上面来吗 嗯 这个下面是不是啊 我听不懂耶 都没有工具啊 等一下我先往别的地方稍微看一下 或许有什么新地图的资讯也说不定 这个下面呢 没有路 左边呢 这个左边我要怎么去啊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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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哦哦我知道了 原来是这样子哦 他说一个圈圈是指说把河流 绕成一个圈吧 等一下哦 出现人啊 我怎么过去啊 啊没有过去的方法 难道我一开始就要站在中间吗 等一下让我想一下我要怎么站在中间 啊啊啊啊啊我知道了 这样子啦 呵呵呵 反应超慢 你过来你过来 好特别的游戏哦 哈啰 咕咕 咧 奇尔布是怎么躲到这里来的啊 真是奇怪的地方 你也是使者嗎?你的鬍子長到哪裡去了? 算了,不是很重要 來看看齊爾布找到的東西 一片奇怪的葉子 想要嗎?給你囉 真是有趣的森林啊 齊爾布得繼續走了 我們在哪棵樹裡見囉 嘻嘻? 那顧好你的樹苗喔 你要怎麼過去啊先生 欸? 教室 喔有那個欸,地圖 等一下 讓我想一下 我要怎麼連 欸欸欸,我要先走出去嘛對不對 好 等一下我先往上走一下 然後再連接一個新地圖 這樣子 喔好多地圖喔 喔,但看起來是壞人欸 我先拿一下地圖喔 啊,布里,可愛 欸,熊巴巴 他是如此的優雅 但能聽見遠方的響聲 在黑暗之中行動依舊無愛 這個也好帥喔 圖鷹欸 鹿在霧中 霧在心中 霧很濃 進入深處仔細觀察 仔細觀察 穿越農物 森林朋友你好啊 小木頭 你怎麼來到這個混沌森林的 遠路從洋 最後去到這個森林深處 真有趣 我是紅木叢林的瑞卡德 周圍是 娜耶普 乃至荒蜂之身 我們實則有動物夥伴之隱 但對於未來者來言 森林必使你迷惑 森林會指向你離開的路 祝你好運 喔噓 這什麼地圖喔 欸 欸 好可怕喔 無力 你要不要帶我去啊 這裡看起來不是 不是很正常耶 等一下我看到個東西喔 大家有沒有發現 左邊有斷帶耶 這個樹上綁了一個小布條 所以我應該往這邊走囉 我覺得是 喔 這應該是正確的路 然後這也是 也是左邊綁了一個布條 好 所以我們繼續往左邊走 果然耶 欸 原來是你的小夥伴喔 他們往下走了 那我應該也要往下走吧 還是不能被他迷惑喔 我來看一下喔 上面 可是上面有耶 我覺得會被他迷惑 往上走好了 果然 這個有詐欺嫌疑 喔 喔 霧散掉了 讚讚 又有兩張地圖了呢 欸 這是什麼地圖啊 顏色有點不大一樣 這個地圖我拿得起來嗎 等一下喔 新板塊拿上來 可以耶 啊 啊呀不行 這一個是哪裡都不能連的 光看顏色就不大一樣啊 喔 至少這個可以連吧 像是一個噴水池 喔 貝爾 寶寶 他或許不是任務專家 但他有超人的力量 能把路上的障礙都清除 好可愛喔 呵呵呵 哈囉 是你的朋友 我是卡梅克 剛從 蛤 綠生而來 啊 剛剛那個就是綠生喔 旁邊這位毛很多的是我的動物夥伴 別擔心他是好傢伙 好可愛喔 欸你的動物夥伴呢 我沒有 抱歉我誤會了 我要狗狗 這邊混沌森林錯綜複雜 連我們的森林子民 也無法獨自辨認方向 身邊沒有動物夥伴 還能走到這麼遠 可不其 動物夥伴自小 和我們是一起成長 他們能帶領我們回到母親身邊 他們會幫忙找食物 讓我們遠離危險 夜裡還能取暖 是我們最重要的夥伴 他沒有表情耶 要相信森林的指引喔 就算看起來沒有路也要相信他 或許我們還會在森林的深處相遇呢 先拿一下吧 又是這個森林 這森林看起來不太一樣耶 等一下我試一次喔 拿起一個新板塊嘛 可是這個只有一條路說 嗯我覺得不大對勁 這該怎麼辦啊 還有一塊耶 喔 是正確的標誌喔 一棵島樹 我在猜這個島樹應該是在指引我方向 所以說 我要把這塊拿起來 嗎 欸我覺得是耶 等一下喔 我試一次喔 這樣如何 再走回去一次 果然 啊他們相遇了 小狐狸的臉好臭喔 掰掰 他們到底是怎麼走到地圖外面的 一棵島樹都寫下面耶 那怎麼走啊 難道這樣子嗎 他是島左邊耶 哈哈我看不大懂啦 這個 島左邊 這樣子嗎 往下走 喔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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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要往上指了 好麻煩的地圖 然後這次又是往下面指 所以我再往下走就好了嗎 欸真的耶 然後這個還是往下 蛤 我不知道往下怎麼走啊 往下 呵呵呵 而且不能往下齁 難道直接走過來嗎 騙一下喔 呵呵 欸 一棵島樹 等一下我轉個方向看看喔 這樣子的話還是島那邊耶 他島這邊是怎麼意思啊 噢 天哪 這個 我居然沒有想到這點耶 就直接撞過去就好啦 這才是樹林啊 樹林怎麼可能一定有路啊 噢 霧散掉了 太好了 然後又有兩張地圖夠多了吧 嗯 這一次的地圖不太一樣耶 有一個是這個像帳篷一樣的 欸 這帳篷還是石頭啊 噢 大家都在耶 哈哈 又有兩張地圖好多喔 聽一下吧 前方無路 但哪有路 喔 喔 大熊夥伴也喜歡擁抱 別擔心他很溫柔的 抱我 可愛 我也好想被抱抱 呵呵呵呵 或許你已經注意到了 我們的森林子民都很熱愛擁抱 沒有啊 我們的族人並不多 而且分散在各個森林 擁抱能讓我們感覺更親密 free hug 一個擁抱一杯雜草茶 就是一個最棒的事情 呀 你好兇喔 你好 沒想到還能再次見到你的小木頭 混沌森林真是難以預測 一般悟闖此地的外來者會被請出去 你反而更深入了 我們就快到母親身邊了 你看看 這附近的樹是多麼濃濃密 呃 你呢 見深不見樹 什麼東西啊 啊 這個 啊 這什麼樹林啊 等一下我想一下喔 那我就繼續往上面走囉 這一次有什麼線索啊 喔 我知道了 應該是整個樹倒的方向吧 所以我們再把一個樹拿過來 往左邊走 yes 然後這個一樣是往左邊倒嘛 繼續過來 這個遊戲設計的真是很棒耶 你看又往右邊移了 然後再繼續往右走 這個 叢林也太有趣了 而且我的操作越來越好勒 嗯 又是地圖 地圖很多捏 然後 噢 是死路的地圖喔 那我這樣連一下好了 欸是紙飛機 阿嬤的姓 阿嬤 我來看看 我的小卡托 冒險順利吧 結果大草雲了嗎 如果有的話 你一定學到了很多新的植物吧 飛船總算可以啟動了 它發出一種呼呼呼呼的搶大箱聲響 我把這封信丟到混沌森林裡 希望你能夠找到 如果你在森林中迷路了 試著往森林的中心去 我有一個老朋友在那邊照顧一棵很特別的樹 嗯嗯 不知道他還記不記得我 我會繼續找你的 你要常常看著天空 或許在你還沒發現前 我們就已經在一起了 Love you 阿嬤也太樂天了吧 趕快來救你的孫女啦 這個孫女看起來也不過 那個十來歲吧 可能還更小 阿嬤居然這麼放任她 然後居然還用紙飛機 來傳達她的訊息 也太潮了 應該算潮吧 好啦 剛好這邊也可以告一個小段落 看一下下一個地圖好了 果然啊 可以連到下一個那個叫什麼 綠聲之類的喔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 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